好,当两位鬼魂想好了 也告诉了那个阎罗王 阎罗王说好哦,你们想清楚哦 大家都说OK,没有问题 阎罗王终于就答应了这两个鬼魂 结果,我们知道 手心想向上的这个人 跟向下的这个人 他们投胎的地方就不一样 这个手心想向下的这个人 他被投胎到一个富有人家里头 为什么?因为家里很有钱 所以他才会有很多机会 把东西拿起来送给需要的朋友 所以手心一直不断地向下 他可以把东西给别人 那另外一个手心向上的这个鬼魂 状况就不太好了 因为他投胎成了一个路边的 一个乞丐 为什么?因为乞丐 他就是常常把手伸出来 请你施舍我一些什么 凡事都等着别人救济 等着别人来帮助他 所以才会提到说 为什么人生施比兽来得有福气 那我们把话讲回来 刚才这一碗面的故事 我个人就会去想说 同样在生活中遭受了一些困境 挫折 我想这一家子的这五个孩子跟父母亲 遭受这样子的变故 跟生活的困顿 其实应该是不好过的 可是为什么这些孩子在这么贫苦 困难的当中 还能够展现出体恤别人 这样子的心胸呢? 甚至在妈妈过世之后 她还要再回馈社会 回馈这世界 这个社会帮助过他们的人 虽然她不知道谁帮助她 但是她知道的是 她有能力可以去协助 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想一想 当我们的人生 遭受到困顿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都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举例来说 我们先从卡债好了 所谓的卡债就是 我们可能想要很多东西 看到东西 心里又很向往 可是身上没有现金 所以呢 就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叫信用卡咯 那我们从银行办出来的信用卡 其实在每一次购物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你只要经过刷卡机 不用拿出身上的现金 再多的钱都有办法付 再贵的东西都可以买回家 所以很多人在这样子的冲动之下 不断地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刷卡 不断地看到想要的物品就买回去 享受当时的那一刹那的快感 跟满足感 可是可能忘记了 事后 你还是得要付这一份钱 你还是得付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所以这样一点一滴慢慢累积之后 就累积到了一个厚度 等到下一次要缴费的时候才发现 我的存责 其实不太够 每一天还要吃饭 还要生活作息 还要用到很多钱 根本没有办法偿还这个信用卡 刷卡的刷卡金 所以前几年有很多人身上背了很多卡在 这个银行就会不断地吹讨 不断地跟你要钱 那当然我们欠人家钱终究都要还的 所以说很多人在面对这个卡债 银行不断地吹脚 甚至坊间还有一些比较负面 比较暴力的讨债集团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 从非常平静当中开始有了烦恼 有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第二个 我们提一下情变 这对年轻朋友来说 可能不小心或许会遇到的事情 本来男生跟女生之间 这种男女关系 我们人就很难判定 可是人跟人交往的过程又很难讲 有的时候你情我愿 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不太对眼 那怎么办 当然就分手了 我比较常听到的是 有一些人在跟我分享的是 有一些男生 当兵的时候 就最讨厌所谓的兵变 因为当兵一段时间 那女朋友就在社会上 就在一般的生活里头 完全没有办法照顾到 完全两个人就被隔离得很远 几乎很难天天的沟通 很难相处在一起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这个女孩子 她有其他喜欢的人 然后渐渐就疏离了 这个当兵的这个男生 就是所谓的兵变 那当然有很多人 在这种状况之下 都很难承受 那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做 那再提第三个 我们来讲讲失业 失业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个人 非常的认真跟努力 在工作上 为我们的工作付出 可是整个社会经济 如果萧条 如果大环境 就不允许的时候 难免有人会遭受到 被裁员的这种窘境 所以有的时候失业 可能并不是我们个人 努力不够 那这是失业 转个角度来说 我或许没有失业 我就在我的工作职场上 可是工作压力很大 每天刻板的工作 作息一模一样 压力又很大 主管要求又很多 时间又非常的紧缩 常常在这么多 不同的工作压力之下 会让我们一个人 内心产生许多压力 觉得在你忍无可忍之后 那请问我该怎么办 刚才我举了这样子几个例子 其实可能这世间上 可能我们周遭的朋友 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有些时候不小心就碰上了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碗面的这五个小孩 这五个孩子他会怎么做 我们同样遭受生活的困顿 同样遭受生活的不顺心 不满意 那为什么他们除了感谢别人 同理别人 还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其实困境或许每人不同 每个人遇到的挫折可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挫折跟困境的时候 有一个差别 就是每一个人面对挫折的态度都不一样 所以坊间这个世间常常在说啊 人生不如意是时长八九 这时长八九我们怎么看待 是不是遇到不满意 不顺心就开始怨天尤人 甚至指天骂地 会觉得说 对呀我已经这么努力了耶 明明这么努力去考试 就是那个考官啊